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在大部分美國主流媒體配合之下 拜登對於選情可以說是信心爆棚 上個星期他已經在Twitter上發表貼文 聲稱要向選民借票 即是當自己贏的一樣 然後又提到說在一個月之後 他老婆將會成為第一夫人 去到昨天他出席賓州的一場造勢大會 他又有委論發表 說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拜登在造勢大會之上 除了說吹谷所有的潛在選民 一定要出來投票之外 他還說到 說唯一可能會讓他輸了這場大選的原因 就是有人在選舉當中進行詐騙 拜登還提到 說特朗普是試圖阻止選民前往投票 比如說他猛質疑郵寄投票的安全性等等 實際上拜登這番說法也相當愚蠢 他本人相當意氣風發 但是 畢竟在票箱未打開之前 就不能當自己坐定黷錄 說話說到都沒有譜 好像自己真的贏了 即使有很多民意調查 結果都顯示 拜登勝出的機會率是高也好 你也要起碼有多少謙卑 說話還比特朗普更大 錢不夠人多 可能亨特更多 至於特朗普質疑郵寄投票的安全性 就不是沒有他的道理 比如說昨天才被人發現到 在俄亥俄州 有49,000多張接近5萬張的選票 是印錯了候選人的名字 包括派錯了選區等等 這些情況當然是非常惡劣 現在又說要補票了 就要寄多一張真正有效的選票給選民 寄出那張就覆水難收 若然有些人貪得意地 舊那張又寄新那張又寄 你只能做到選舉點票的時候 是不是會構成很嚴重的混亂 至於印錯選票這些情況 就屢見不鮮 紐約州沒多久之前 才是重印了10萬張的選票 你想想這些選票的數字 分分鐘就會遠超過兩名候選人的勝負距離 當然紐約州可能會贏得多些 但是在搖擺州份 贏的勝負距離可能只有1萬多票 2萬票 你可以印錯5萬票 輸了那邊就肯定是不服氣的 拜登經常收拾一件事 就說特朗普到現在這一刻 都不肯明確承認選舉結果 我的看法就是 一來根本上 這場選舉 郵寄投票進行當中 但是親身投票 就去到11月3日才進行 而郵寄投票 都去到11月3日才截止 現在還沒有選舉結果 那承認什麼呢 還有第二件事 就是 特朗普在現在這一刻 就已經察覺到有這麼多選舉的漏洞 面對著這麼多潛在不公平的情況出現 特朗普在現在這一刻 不做表態是很正常的 即是等同於佩洛西之前也教你拜登 說如果在這個大選當中第一天 就發現選票上輸了的時候 都不承認這個選舉落敗 就要進入法律程序 現在拜登也說 自己的競選團隊當中 已經是找了幾百名的律師 就是為了防止選舉那天出什麼差池 那就證明得到 如果你真的輸了的時候也會死了 既然是這樣的時候 你叫特朗普答應什麼呢 你現在就算答應 會承認的選舉結果也好 那怎麼辦呢 這些答應根本上是不值錢的 因為到時候誰輸了 今屆的大選都肯定會引來很多的法律爭議 這是必然會發生的事 因為在這個武肺大流行期間 進行這個大選 無厘頭搞了一個郵寄投票是大規模的 雖然以前都有 但是呢 舊市那幾屆 都是多數人 親身出席投票多些 今屆就說 郵寄投票 省水省力 問題就是 很多的漏洞 還未解決得到 而拜登已經說到 擔心選舉勝利成果 會被特朗普蝕取 這些事情還未發生 哪個贏哪個輸 都還未知道 至於特朗普陣營 也是例外反駁 拜登 就說他完全在說謊 和煽動民眾的恐懼 接著就說說另一個 有份走出來支持拜登的人 就是瑞典環保少女通貝利 這件17歲的小女孩 就走上Twitter上說 說她從來都不參與政黨政治 但是啊 接下來舉行的美國大選 就會超越一切 從氣候的角度來說 遠遠都還未達標 所以就必須要組織動員起來 讓所有人都投票給拜登 實情她說這番說話 就是針對特朗普政府 在去年10月就說要退出巴黎氣候協定 所以現在她借地議 就走出來借雙城督 就說從氣候的角度 就要投給拜登 其實這件事究竟是對於美國的利益 是有利還是受損呢 我們就要看回巴黎氣候協定本身的條款 實情這個巴黎氣候協定 就是在2015年的時候通過的 就是195個國家去簽署 就說要將全球的氣溫增幅 控制在至少涉時兩度之內 而簽署的國家就必須要遵守 自主制定的溫室氣體減量承諾 大家留意 這個氣體減排是自主制定的標準 而不是195個國家都有一個統一的基準 所以本身這件事已經構成了一個不公平 而且根據一份調查報告顯示 直至2019年 只有58個國家真的實施了一些法律 來採取全國性的減排 而當中更加只有16個國家 包括日本、加拿大、印尼等等 是真真正正做到他們所制定的減排目標 好了 至於當時2015年還是奧巴馬政府執政 他當時簽署巴黎氣候協定 他答應了什麼呢 就說美國要在2025年之前 比起2005年的時候 就要減少26至28的溫室氣體排放 即是說 美國那些高污染工業或製造業 就注定是沒有運行的了 一定是要沙喲喇喇了 問題就是大家想都想到了 這些工業不在美國運作 他不會從此在這個世界上消失 他在美國那處繼續運作 就代表著仍然有這樣的需求 好了 他若然是被美國那處容納不了 他肯定會遷移去其他地方 最後只會走去那些在法律上規管比較寬鬆的國家 那是不是會益了那些國家 反而就是對於美國的製造業有損害 所以特朗普就退出了巴黎氣候協定 搞搞搞發現根本上不對勁 對美國是很不利的 對於有些國家是很有利的 中國方面其實也承諾了 說溫室氣體排放量 將會在2030年的時候達到了上限 換言之 在接下來的十年 中國的氣體排放量仍然有上升空間 對嗎 中國還說 到了2030年的時候 無碳能源發電 將會佔著整體的發電量大約是兩成 換轉你是特朗普 你會怎樣看這個巴黎氣候協定 對於美國就說要減排兩成六至兩成八 在2025的時候 原來其他國家有不同承諾 特朗普的退出 你說是否有他的道理 在他的角度來說 因為特朗普整天提倡一件事 就是美國優先 而且他用打挪打鼓 叫美國企業快點回流 希望可以創造更多的就業職位 希望可以提振得到美國的經濟發展 這個巴黎氣候協定 擺明就是綁手綁腳 奧巴馬2015年的時候說要加入 但是他2016年就已經下台了 其實你說到答應什麼 2025年之前減排多少 這些就已經在你任期以外的事情 你就圍著下一屆兩屆的人 都是綁住了 特朗普現在不理你 好了 現在就變了給你這個通貝利 就隔他了 實請這個通貝利不如收爹好 又說自己不干涉這個政黨政治 然後叫人投拜登 美國總統大選擺明就是兩黨制政治的其中一個重要部分 你又表態 對不對 特朗普現在正式穿了巴黎氣候協定 有問題 所以他才退出 而他退出的原因不是為了他個人利益 而是為了國家利益 好了 這樣又不對 一會兒經濟受到打擊 又入了特朗普的數 現在特朗普為了使得美國創造更好的經濟條件 又說他不對 這樣不對 那樣不對 總之什麼都是他不對 有些國家的所謂減排標準 定得這麼寬鬆 又不見那些人出聲 不出聲 總之什麼都特朗普不對 這樣公不公道呢 說不說理性的呢 說不說理據的呢 現在真的不知道是什麼世界 好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